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以西事件調查報告正式完成 著名會上副市長林青蓉表示 經過13天且長達250小時管線施壓檢測 結果發現並非管線問題而是地下水污染導致 經過查證結果報告顯示 本案0911的以西事件 是確定可以排除是管線業者的管線所知 這是可以確定的 尤其是諸位的全城這幾天的參與 而且目前發生的地點的周遭100到150公尺的範圍 經過本府環保局仍然持續到今天還在做檢測的結果 所有的以西毒質都是在安全的背景值之下 高雄市環保局長張瑞輝說明 以西外泄主因是附近的原住民故事館 地下水含氯有機物沉积在土壤中 經由微生物分解產生變化 造成以西氣味飄出 持續至今的檢測 證實與鄰近的工業管線無關 關於所設管線核實復工 林慶榮也代表市長則請主管機關經發局落實監督管理局責 依據法令程序依法辦理復工 也請四家業者務必加強管線安全的維護 維護市民安全 環保局持續協助相關環境監測 新唐亞太電視李娟榮 臺灣高雄報導 臺灣高雄報導 知名所謂保局展示 決定了